虽然政府放宽提早放宽了各行业 让大部分的业者在5月4号复工 但是霹雳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刘瑞玉就认为 就算各行各业获准继续的恢复运作 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恐怕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复原的 那本身也是酒店业者的他就坦言 他相信说酒店业者未来几个月将会继续的大受冲击 入住率恐怕只能够达到区区的25% 而寒冬期恐怕将会延烧到明年6月 政府在五一劳动节宣布好消息 允许绝大部分领域提前恢复运作 不过就算重新开业 看来各行各业短期内还是无法走出 冠病疫情阴霾 霹雳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刘瑞玉 在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时表示 这波疫情对各行各业造成严重的冲击 尤其是酒店业 也是以保为育酒店董事经理的他说 就算酒店可以提早复工也于事无补 毕竟入住率看来短期内都无法提高 他预料酒店恒冬期恐怕会延烧到明年 我相信这个注入率就是在开放过后 到明年中平均可能会达到25%的注入率 这个25%注入率一般上对酒店来讲 应该是很难挨得过去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我相信很多那些酒店的业主 他们都决定放弃 刘瑞玉坦言 目前有一些酒店业者 宁可暂时关闭酒店 减低开销 待疫情好转后才重新开业 他说虽然这个做法将被迫解雇许多员工 但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权衡办法 刘瑞玉坦言 酒店业拥有实体资产 负担庞大 对于那些向银行借贷的业者 更是沉重的负担 而目前业者唯一的曙光 就是等待政府重新开放边境 所以要等到我们本国要开放 给外国游客进来之后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酒店业有好的现象 所以这种情况 我看应该会拖到最少最低 都要明年中 疫情过后 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缓冲期 人们才会安心出国旅游 对此刘瑞玉促请政府 将给予企业的援助 延长至明年三月 协助业者渡过难关 MTV7周立珍 霹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